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互港开视通 我是淳子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开始焦点 港股今早或跟随隔晚的美股进行调整 恒指短期或下市10天平均线约为21,800点附近的水平 投资者就关注收市竞价交易实施之后大蓝筹被卖价的情况 而隔晚美股回落 油价下跌是拖累能源股走低 市场等待美联储将会在本周稍后时间公布一息结果 联储局将会于周二式召开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 并会将于周三 也就是本港时间周四凌晨时公布一息结果 市场就普遍预计联储局将会维持利率保持不变 并且是尽量避免释出将于9月加息的暗示 连同日本央行周五的一息 本周将会有15家央行召开货币政策会议 在美国买卖的主要港股预托证券ADR的价格 与本港上日收市比较 造价是普遍下跌 ADR港股比例指数收报在21,899点 较周一本港收市跌94点或0.4% 港股昨日是重启了收市竞价交易时段 恒指在竞价时段内游跌转升 收报在21993点 剩29点或0.1% 港交所就表示 收市竞价时段首日时顺利推出 录得了成交金额达到11亿元 占全日市场交易额的2.2% 不过有市场人士就认为大篮筹备卖价 可能会影响投资者对一日开市的预期 而以竞价时段作为最终收市价 也可能会扭曲技术指标的参考性 在港股的走势方面 横指今早或跟随隔板美股的调整 留意本周四期指结算之前的走势 或者是较为波动 内地股市近日是反复整顾 上证指数昨日是一度回市至3000点关 以及20天平均线的附近 短期的技术走势比较关键 再来看交点股份方面 比亚迪就公布了近日中标深圳八市集团3573 3573辆新能源的采购项目 项目的金额约合计达到15.21亿元人民币 留意今日股价的相关表现 那么今天的大盘走势会是怎么样的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连线 药材证券的事务总监 郭思智郭先生来我们分析一下 今天的大盘走势 郭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A股方面 那么护山两市股指啊 在上周五的双双跌破 5日均线和10日均线之后呢 那么昨天也就是本周一 在20日均线上方也是出现了一个止跌的现象 那么最终呢 也是双双的红盘来进行报收的 那么总体来看呢 护山两市的这个股指啊 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健康的位置 因为它不但没有跌到这个20日均线 而且它的调整幅度呢 始终都是局限在7月12号 所形成的这个阳线范围之内的 那么郭老师 你是怎么样看待A股的后市表现呢 我觉得暂时来说 应该是还是等待那个变化的 我们从那个走势方面看到 上升指数自从回升到3000点以上 就一直在3000点左右水平进行一个整顾 当然比较关注的还是 4月13号的高位3097点 这个阻力还是蛮大的 近期来说我们看到内地的股民 好像对股市的中期的前景 已经是看得比较正面的了 反正大家觉得整个中期的调整 在2638点已经是过去的了 现在只是欠了一个往上走的动力而已 对A股后一个阶段的看法 短期之内整股等变 我想暂时不会改变 可是往后中期少后一点的话 我就看得比较正面 我觉得上升指数最终还是会攻破 230097点而上的 看来郭老师对A股的后市 还是抱一个比较正面的这样一个看法的 那么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了 那么港交所呢 从昨天开始呢 也是重推了这个收市竞价时段 那么运作呢 大致上是比较顺利的 那么时段内的成交呢 也是达到了11亿元 那么也是占到全日这个交易额的2.2% 那么有券商也就形容啊 说这个港交所在淡市当中呢 是推出这样的措施 那么安然过度固然是好的 但是呢本周四的期指结算和下月底的MSCI成分股 重新有一个调整 那么竞价时段运作才算是遇上一个真正的考验的 那么郭老师你觉得这样一个机制对港股的后市表现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影响一定是会有的 尤其是积极决胜的时候 个别的主要的难筹 全分股 稍微会出现一个人回的因素 而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波动 这个在预期之内的了 可是这个幅度只是限制在5%左右水平 我想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冲击 反正就是买的有机会买低一点点 估出去的也有机会估高一点点 我想经过一段时间 大家习惯之后就应该问题不大的 当然每一次结算的时间 我想指数还是会出现小小的那个影响的因素 这个是无法避免的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是接受 而且也可以接受的 好的 感谢郭老师跟我们做出的详尽分析了 也希望郭老师的分析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截至到目前为止主要蓝筹股的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跌5分 中国移动跌2毛 建设银行跌3分 工商银行涨1分 中国银行5涨幅 港交所5涨幅 中国人寿涨2分 有望保险涨5分 腾讯控股跌3毛 金沙中国涨1块4毛5 长河跌5分 新鸿记地产5涨幅 九龙仓跌1毛5 中国海外涨1毛 华润质地跌4分 中海油跌2毛3 中石油跌1毛 中石化跌3分 科兰能源跌4分 中国神华跌2毛 关注了股市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财经资讯 金沙中国的第二季总收益净额是按年减少了16.4%到14.8亿美元 期内的净收入是达到了2.37亿元 下跌39% 而另外经过调整物业一臂大为4.877亿元 旗下的澳门威尼斯人的收益为6.66亿元 按年是减少近一成 经调整物业一臂大为2.44亿元 下跌4.2% 而至于金沙城中心第二季的收益 以及经调整的物业一臂大分别为4.72亿元 以及1.44亿元 按年下跌14.7% 以及12.2% 雅虎就落实出售核心业务 作价是达到48亿美元 雅虎就落实向美国最大的无线通信是出售旗下的核心互联络业务 就包括搜寻器 邮箱 实时通信程序 以及房地产物业 但是一些知识产权专利则会独立的进行出售 作价是达到48亿美元现金 折合约为374亿的港元 预期明年第一季将会完成交易 雅虎未来将会进行易名 转为一家上市投资公司 并且继续是持有日本雅虎以及阿里巴巴的相关股份 估计市值到时将会为400亿美元 雅虎曾经是互联网的企业龙头 市值一度的是高达1250亿美元 但其后由于未能够成功转型 业务开始走下坡 过去的四年是陆续的剥离资产 今年二月就宣布是有意出售它的核心业务 官方的新华社就指出 内地下半年的经济下行压力是仍然较大 新华社的报道当中就指出 中国经济的抗压性变得更强 经济硬着陆等言论已经是不再有市场 又强调上半年的6.7%的增速是有数据进行支持 但指出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阵痛 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 经济总是分化 就预料下半年受全球经济疲弱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下行压力依然是较大 实施宏观调控需要面对的问题或会有所增加 报道当中还持续指出 中国必须要正确地把握当前的经济形势 要注意有长远眼光而非短期局部的表面相关现象 在人民币今年10月正式地被纳入特别提款权SDR之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更新了SDR的计算方法 更新是为了令到SDR是更能准确地跟随国际会所定的货币权重 将会计计算至5个有效数字 有需要的话会会计计算至6个有效数字 而四舍五入的方法会有所简化 以简单电子表格也是可以进行计算 以提高透明度 而美元 欧元 日元 英镑和人民币 五种SDR的货币的相对金额 会在9月30日进行确定 为期将会长达5年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早上的互感开始通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